一个月前,政府被查出食道癌晚期 身患重病的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他到底有什么放不下的心结 又要来见谁呢 妹妹来先扶老先生坐下 老先生这捂着胃口 这怎么了,胃疼啊 肝丹哥 对,死都癌 死都癌 远期了 我叫王瑶桥来自湖南 带着我重病的老公来找我的儿子 找儿子,健身一面这就可以了 年多大岁是不是,大哥 五十年 刚刚五十岁 刚刚五十多岁 今天就是来找孩子的是吧 我老公到了晚期了 他就是一个愿望 在他离开这个人世之前 能见到这个儿子 这是老大啊 9月98年 生一个儿子 老公在外面搞戒筑 我就跟着老公 在外面带孩子 99年的 12月19 家里没名了 我背着 快两岁的儿子去买名 在回来的路上 儿子在我背上睡着了 跑到半路中间 来了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人 他说 他说 小妹 你跟小孩子睡着了 我来帮你提一下米吧 那时候 我从农村刚刚出来 不懂得外面的人心线 我就把米 递给他 自己就被这儿子 想到 是老乡 就相信他 他就跟我跑到我带去 12月天 可能到了 10点钟左右 他就来 把我儿子带去买糖 没想到 他带去买糖 没有给我带回来 一旦 到今 到今年的 12月19 整整15年 那年 别人家 高高兴兴过年 我夫妻 天天 在外 流着眼泪 家家户户找孩子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 我就跟老公说 这样早下去 我们两个怎么办 我就跟我老公说 只有去收妃品 早一点生活费 又口饮而降而复 去找儿子 我问问这个大哥 生活对你来说 也是挺残酷的 哎 我 就在这个病 在病 没办法 你的愿望是 见见你那个 丢失的大儿子 是吧 我愿望就 我 见他 我死的也不安了 老公 老公现在还住在医院吧 老公 你也知道 找儿子找了那么多年 没有钱了 老公 没有救援 放弃的自己 我 我公公婆婆 也是 重病在身 真的是 太苦了 想哭就哭哭吧 好可怜 今年八月的 八月 多亏了 男生刑警大队 把我找到了 但是 她的姚母 很有钱 啊 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回来 原来 在2014年八月份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安排下 这对夫妇 已经和失散15年的儿子 见过面 但是 这对夫妇的儿子 已满16周岁 根据规定 未满16周岁的被拐儿童 应被反送亲生父母身边 16到18周岁的孩子 有选择跟养父母 或者亲生父母生活的权利 在这次见面后 孩子表示 不愿再被打扰 从此 亲生父母和孩子 失去联系 如果我老公 不得这种病 我是绝对不会 打扰他的 只要他过得好 现在 我为了满足我老公的愿望 我是没有办法 像这样的孩子 你见了一面 你也别要了 要他来干什么 是不是 其实我感觉吧 不应该谴责这个孩子 因为他本身也是受害者 老话说 狗不嫌家贫 儿不嫌母丑 他都不愿意回来 你要他干什么 其实想开了 不见也好 他从小可能是 对他被拐的这个过程 他一点也不知道 你现在说 让他在生活这么多年的 这个家庭 再去接受 另外一个人 说是亲生父母 他感情上 就是接受不了 也是正常的 所以说呢 我希望你们能理解他 能包容他 我们不要责怪他 我们要尊重他 这种情况下呢 有可能对亲生父母 没有感情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确实是 毕竟他是被拐走的 亲生父母想见他 是应该他要见面 好 今天看来 这确实是一扇希望之门 为远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这 crossing 这个地方 是的 全支持 ões 二位请坐 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广东省 深圳市公安局 南山分局的打拐民警 蒋警官 他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 发挥了很多重要的作用 我们来听蒋警官 给您讲一下寻找的过程和情况 来 请蒋警官 大家好 我作为这个基层的打拐民警 通过当时办案地 一直查找这个小孩的下落 通过广州的各级公安机关的努力 最后在广州市将这个小孩找到 谢谢 今天我们虽然把他带来了北京 但是他是否选择建民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是期待 打开门 看他会不会走出来 如果他愿意来 我们接受 也就是看看而已 没有让他后半生抚养什么 第二 如果不来 这样的儿子 我们不要 也罢了 你生了他 给了他生命 这是他的福分 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想见见他 他不见 你也没必要牵挂他 妹妹一定要坚强 这么酷吧 天底下总没有这样的儿子吧 也有啊 我就不相信 每日儿子会是这样的吧 眼前我一点小小的 愿望对付你 视线他爸爸吧 此时 孩子正在第二现场 倾听父母的讲述 刚开始的时候 孩子的态度很坚决 不想见啊 他来找我 我觉得 就是很奇怪 我觉得很烦啊 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 我们专门把春味 请到第二现场 希望能说服孩子 见爸爸最后一面 你觉得这个跟你没关系吗 我觉得真的没关系 就是你对以前 我才见过他一次 你看着他们 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 就觉得 不知道怎么觉得 反正不难说 你是不是觉得 他们的感情压得你 喘不过气来 对啊 上次第一次见他 就马上过来抱着我 我就在那里哭 我真的 你觉得你对你 杨母的责任是什么 照顾好他 杨母平时对你好吗 超好 反正我以前 经常弃我杨母 你是觉得你杨母 挺不容易的是吧 你杨母现在带你 很辛苦吧 那你 你是很怕伤杨母的心 是吗 你觉得你要保护好 李杨母是吗 我弟弟三十五岁死的 男孩嘛 是传宗接代的 后来我弟弟去世以后呢 我就要把我们家承担起来 而且我会看着我父母 一天天的老 后来我自己也生了一个孩子 有时候攻击原胃癌 我癌了两道 然后我还把我儿子生下来 我生下来呢 就是希望我父母呢 有个寄托 有的时候生命呢 其实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有的时候帮别人一个忙 哪怕你抱抱他 孩子最后会如何选择呢 妹妹 放平了心情 好吧 我们现在打开门看一看 孩子在不在 请开门 我很抱歉 我见到你儿子了 他说 他很心疼他养母 他觉得跟他养母在一起的日子 是他最快活的日子 他很遗憾是因为他没有爸爸 他跟我讲 他第一次见你们 他说 上来就抱住他 他会很抗拒那种 他觉得他不认识你们 你抱着他哭 他就会觉得他很不舒服 他会觉得 他养母养了他十几年 他更关心他养母 他更关心他养母的 很多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能不能够 就是想着 孩子可能喜欢什么 以他们愿意聊天 愿意接受的方法 慢慢地走 因为你现在一旦用成人社会的 所有东西压过来 他第一想 保护的是他的养母 不是家贫家负的原因 谢谢春卫啊 你的心意是特别的好 你想劝这两位父母 但是你这种劝说 他们俩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听不进去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两个都听 我觉得你说的是好的 你的心意啊什么都是好的 但是他这两个父母啊 是听不进去的 因为他的父亲啊 是癌症的晚期 是吧 这个我觉得一个17岁的孩子 我刚刚问过这个孩子了 我说如果错过了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我说你会觉得遗憾吗 对 他说我不遗憾 所以这个就没有 你也不用 不要用那个 什么家庭付与不付 来安慰这二位父母 但是那个余老师有一点 因为这个孩子 知道自己是被收养 但是这个孩子只关心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 争论这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孩子 能来见这个父母一面 就是一个朋友 说我的父亲癌症晚期 想见你 他都应该出现来 不管什么形式 诚伟 是我觉得咱们 你是好心 因为这个当中的话 这个孩子说了 他说我一提到这事 我就很烦 这个感情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对 这是他的本来的想法 这份感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换句话而言 没有任何人告诉这个孩子 我应该如何面对 然后呢 还有一点 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 你的解释是善意的 我还是想劝着 这个一对父母 把心放下来 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就可以到此结束了 这点我觉得余老师说的是对的 就第一你们找到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没病没灾 好好的活着 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把一个孩子生出来 我们希望他过得好 而现在的话呢 以他的这样一个感觉呢 他做出了第一个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只是他此刻的选择 今后他会为人父母 他会怎么样 我想他自己来做一个选择 好 谢谢春卫 做了孩子的工作 又面对这样的父母 实际上面对现在的问题 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 来 我们多个人也来了 扶着我们这大哥 去休息一下 遗憾的是 孩子最终没能在节目现场和父母见面 孩子一直强调 从小是养母 寒心如苦把他养大 如今养母已经年迈 他不想抛弃养母 不想让他伤心 最终 在我们的劝说下 孩子终于同意和父母见面 眼前这个未成年的孩子 只一心想保护 一手把他带大的养母 对于一个17岁孩子的选择 我们也无需过度谴责 只有这样的拐卖事件不再发生 才不会再有这样的伤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